他不是搞一带一路吗 搞一带一路我输出什么 我输出就是铁路啊 就这铁路 你的房状设施竟然失灵了 中国的高铁可以到西藏 西藏有通过冰原 还有通过冰土城 冰土带 他对这个天气的预估 跟相关的这个防治 预防能力早就具备了 只不过就是重视你发生 现在北京居然发生了一个 非常离奇 而且非常严重的车祸 居然两个地铁 碰的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以后 前面那台车就被撞成两半 而且车厢里面还有人飞出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太冷了 冷到前面那一台车子里 你不知道它是动力系统出问题 信号出问题 信号出问题 还是电力出问题 总之它整个荡下来了 而且车厢变成一片的昏汗 变成一片昏汗以后 碰的一个 后面因为正在下坡 它完全刹车不及就撞去 撞去现在中共官方的说法是 五百多个人受伤 有102个人骨折 但市场真的只有这样吗 还有这件事情也太夸张了吧 当然没错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天气太冷的关系 这几天北京发生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地铁追尾的事件 就追撞了事件 两台车直接蹦的撞去 目前为止来说 有500多人送医 然后102人骨折 你看BBC都大幅报道这件事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中国一直说 我们的这个地铁系统 我们的动车系统都很好 还外交到全世界 就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发生这么严重 两辆地铁撞在一起 它就主要在仓平线这个地方 仓平线 那事实上他们是 人非常多的一个交通线 就没想到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是因为下面那台车 可能因为太冷的关系 讯号减弱 讯号减弱的时候 它被迫就停车 被迫停车之后 后面那台车往下走的时候 但是因为呢 可能因为看到这个车子 要赶快减速的时候 可能因为某些原因 可能有人现在有很多说法 就是因为可能 因为它是下坡路段 然后也加上说 因为你铁轨呢 有结冰 结冰的时候更难刹车 然后就后面就把 往上撞下去的一个情形 那这样撞的时候 宝杰 两台车 你可以看到 这被撞到的这个 第一个瞬间 这里面都是满满都是人 后面是已经被车被撞坏 这是还完好的这个车子 里面很多人 所以才会有500多个人 去送医的一个状况 而且他说 有一辆列车 被撞成两截 对 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真的完全乱成一团 你看 有人就说 撞了很多人就说 一开始这个 被撞的那一台车 就是说这个列车长 一开始就说 我们在这边临时停一会儿 那临时停一会儿 这是被撞的那一台车 被撞的 他说临时停一会儿 临时停一会儿 没想到几分钟时就 蹦 蹦的一声 也就是后面那台车 已经把他撞过来的一个状况 那撞过来的一个状况 来说你看 就这个很多乘客呢 就从这个车厢里面 因为本来你是停的嘛 摔出去 摔出去 因为那个撞击力道很强 撞了之后 你前车会被往前推 然后两个会抵开 那你那种加速度 你可能会甩出去 车有非常多人被甩出去 那甩出去的画面 因为那个力道很强 所以保险你知道 有人在那个地方 就有人被摔出去之后 然后车厢的人全部都压倒 那甚至还有这个孕妇 腿被压断 然后上百人就因为这样就就医 然后车厢里面也乱成一团 什么婴儿车 然后乘客的衣物 全部都乱成一团 还有血跡 然后他们现在 然后后来停下来怎么办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看这些人现在开始 破窗逃生 把窗户踩开 对 因为他们不知道 会不会再发生 搞不好你后面还会有车过来 谁在车子里面 不知道 他们赶快跑 所以赶快跑 就把他踹 你看在那边踹这个玻璃门 然后把他踹开 最后那些人就破窗逃生 然后你看这个整个地铁 被撞成这样之后 你看整个都 这个在交锋处来说 完全变形的一个情形 那不只这样 因为你看后面 很多就瘦 因为天气太冷 然后你看周边的时候 也没办法去 因为撞在那个位置来说话 这个救护车 短时间也没办法到达 为什么 他到底有多严重 刚刚讲昌明县这边是天寒地冻 这个地方现在非常冷 就好像居然 躺在地上等待救援 那时候大家因为是 零下五度到零下六度 零下五度 对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目前为止 救护车也没办法来 他们一开始就只要把这些 相关受伤的人 把他摆在户外 然后就摆在这个地方 躺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了 后来医院就开始陆陆续续 把他一个一个救走 一个救走 那你看 甚至还有人怎样 乘客在大雪中 走在这个轨道里面 说又要怎么离开 那除了他们赶快 动员大巴士 动员这个医护的这个急救车 你看车子一个一个来 可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路都是泥泥不堪 大雪纷飞的这个状况之下 结果没想到有人就说 OK啦 我们就搭车回去 大雪走在路上 我们就搭车回去好了 保证那当地为止来说话 这个约莫这个 因为大家都要叫计程车 就计程车 完全打结在那个地方 你根本叫不到计程车回去 所以也就是说呢 那个地方因为 因为太冷的关系 突然之间造成的可能 我们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讯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叫不到车 是 因为这个地方 有1500个人等着叫车 对 没错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讯号 这样的可能性呢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电气用品在天梯突然 从高温降到低温的时候 可能会有shut down的这个状态 可能疑似就是前面的这个车 shut down 然后又是一个下坡路段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就这样因为这样 撞在一起的这个事情 而且车上乘客有一个王先生 他怎么讲 他说我当时比较困 我没有注意到 是 他说只听到 蹦的一声 蹦的一声 他说他眼睛张开哦 发现什么 所有人都被压倒了 而且是一个人叠着一个人 一个人叠着一个人 而且他说奇怪了 这车厢里面 都是灰尘 对 我们就讲人非常多 我们可以看 刚才大家破创的时候 其实人是人挤人的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 突然之间就这样撞在一起 当然会出现 人叠在一起的这个情形 然后他就说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没有灰尘 但是装在下的时候 整个这个侧向里面 都是灰尘的一个状态 好 那刚才讲呢 现在是515个人送医 现在骨折的有102个人 他讲说400多个人已经回家 可是对于中国这些数字 外面是一个问号 我们刚才讲的 BBC还特别提到 追尾事件 特别强调102个人骨折 为什么这么严重 导宝你看这张图 而且台湾也要非常的警惕 是因为 现在很冷 这个冷气团 我们刚刚讲 从蒙古 从西伯利亚下来 接下来就要到台湾 你看到 这个冷的地方 有的一下就降了20度 对 没错 我们刚刚事实上 这个中国大陆来的 这个冷气团来说 今天晚上大家可能 如果明天早上起来的话 可能会觉得 降温降得非常多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爆炒 一波一波的来之后 然后你看 我们这个台湾 台湾接下来 这几天是这个爆炒 这个冷气团在这边 接下来还有一团 这大概约莫下礼拜二 会来到台湾 所以接下来 我们会非常冷 你可以看看 为什么中国会突然 发生这个事 保险 我跟大家讲 这一块这个区域来说的话 是大概约莫6度到8度 那这块区域来说的话 大概是18到20度 两个差那么多 一个6到8 一个18 来的是18 28 然后没多久 又是6到8 这种温度 所以才说 为什么北京 会突然发生这件事 原本他们就说 前几天这个温度 还是十几度 就后来马上就瞬间变冷 瞬间变冷 前几天十几度 对 下面零下五度 对 瞬间变冷之后 当然很多天气用品 就会出现当机的状况 那也其实也不会为过 好 我们刚才讲 因为现在的天海地洞 这个冷气来得又急又快 知道怎么 刚刚除了 这个铁路追撞 而且已经有一台车 断成两节之外 现在河北到三西的 高速公路上 导播看画面 全部都塞成一团 为什么 因为上去了以后 没有想到突然的结冻 突然的变大雪 然后车子没办法开了 对 没错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中国北方 因为河北三西那一带的 这个高速公路来说 你看很多车停在旁边 为什么 因为路面结冰 说实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 在路面上的结冰的路面 那其实是相当危险 你抓地力几乎是没有 除非是如果你有刮上铁链 或是那种防滑胎 不然真的很危险 所以你看 1700辆的车子 被迫停在这个地方 这个因为他们的 这个可能都是大货车 大货车那种 你要拖起来 一旦轮胎 轮胎这个打滑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整个车队 你看蛮绵延的 大概67公里左右 那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很多地方的高速公路 都是大家走得非常慢 走得非常缓慢 所以你要通行 这要等很久的这个时间点 好那除了这个 整个中国北方 整个交通大乱之外 保抵还有什么 东北也是一样 东北你看现在天气很冷 瞬间降到零下十几度的 比比皆是 这是什么 他说你看我的裤子 放在这个地方 没多久做 完全结冻 他说你看就可以这样 好像在玩这个杂技团一样 这样一个状况 完全结冻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其实出门 都忘了把门窗关起来 结果没想到我的衣服 全部都是结冻的一个状况 那又什么 把电视坏掉 因为为什么 你看这就变成模糊的这个状况 因为为什么 太冷了 太冷了之后 他很多这个离子的反应 电子的反应 就出现了一个 不一样的这个情形 甚至这个 保洁你知道 这个很夸张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他在睡觉 就叫做 他的被子已经结成这个样子了 你知道吗 被子变那么硬 变成一块 就是这样子 他根本就 他说这个到底能不能保暖 因为温度也是很冷 甚至连他的袜子 也完全结冻成这个样子 冷到都变硬了 你就知道那个温度到底是多低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外面的人 你看 他们是柿子 柿子拿出去外面之后 结果没想到柿子就结冰了 结冰之后 他还拿一个敲 那个砖头来跟他对敲 结果没想到 砖头还敲不住 因为柿子已经变成冰了 那砖块还是砖块本身 柿子比砖头硬 因为冰比这个砖头还好更硬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整个这个大型安领这附近 因为这附近 可能是中国温度最低的这个地方 出现所谓的冰雾的这个情形 就是因为太冷了 增发上海的话很多很快就结成冰 那甚至在新疆那边有零下45度 现在在新疆 或者在这个大型安领这个地方 都是零下二三十度 到零下四五十度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中国 他居然发动了 发布了冰冻预警 对 没错 他们很少发动这个冰冻预警 冰冻预警来说 大概十年前有发生过一次 所以你知道这一次的寒草 对中国来说也是前所未见 如果中国发动冰冻预警 台北也要 台湾也要提到警觉 所以我们来说从这个礼拜二 下礼拜二开始来说 那一波寒流可能台湾 台北会出现那种 十度以下的这个低温 好 那我们讲 事实上因为这个寒草影响 你看几乎是影响了 整个中国的大部分的这个面积 所以我们还要从北开始讲 你看山东的路滨 那学生只要去这个路 这个结冰的时候 还要去上课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大家要抱在一起 对 不然单边走就摔在地上了 对 没错 那甚至什么 后车箱也打不开了 对 后车箱也打不开了 这个状况 因为这个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结成冰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一个 山东的高速公路也是 大家完全撞在一起的 这个情形 因为那不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河北跟山西 这个山东也是完全撞在一起 甚至连徐州 徐州这个地方也是很多车 完全都追撞 所以各地都出现 这是徐州 对 各地 出现所谓车子互撞的这个状况 那学生上课当然很危险 因为他们 一般如果你穿这种 所谓布鞋来说 真的非常冰 非常滑 你看 尤其是遇到 上加坡路段的时候 每一个学生几乎都是摔倒 要把索性就是用滑的下去 那个状况 山西也是一样 大家都是非常冷的一个情形 甚至你看 山西的楼梯 楼梯 你要走 你要走楼梯也很危险 你看没多久之后 你看 马上就摔倒 摔倒 摔倒比比皆是 好 那我们就讲 我们知道这是山西 山东 对 往南 我们刚才讲 华中也是 对 我们刚才讲 在这个大西安领口所谓的雾松 雾松的这个状况 他们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形 湖南也有 不过他们是因为 他们把这个冰 结在这个一般的树上面 形成这样的雾松的一个画面 所以你知道 这其实都是 因为天气很冷 造成的一个状况 好 董事长 你说 现在连BBC都报道说 北京地铁追尾的事故 导致102个骨折 这个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讯息 因为它不是搞一带一路吗 搞一带一路 我输出什么 我输出就是铁路 就是铁路 你的防撞设施 竟然失灵了 中国地铁跟中国的高铁 目前的技术 在全世界算几天 因为中国地铁当时开放了 它国内的市场 就是它的国营事业 中车这个公司 跟全世界主要的每一个 这些所谓的做电链车的 这些大型的这些公司合作 所以它综合了全世界各种技术 像这个的 这个来讲的话 应该一定是 它的通信系统出问题 可是会防撞系统 怎么可能失灵 这不可失业 他们一定有防撞系统 一定有的 全世界最好的是它 因为它不是想说它是下坡 上面又有鸡 又有冰 所以我就杀不住了 中国的高铁可以到西藏 西藏有通过冰原 它有通过冰土城 冰土带 它对这个天气的 天气的预估跟相关的 这个防防防防能力 早就具备了 只不过这种事情发生 这不可失忆 而且它中国的电 这些车子卖给谁 卖到美国去的 怎么会出这种 这个事情太荒谬了吧 它那个车子撞下去 然后变成两半这个 对 前面被撞两半 因为它的车皮 是用铝合金的 台湾是用不锈钢 我们它的电焊的方式 因为它的结构比较轻 比较轻结构 它是用几片这样子装 几片电焊起来的 所以它撞下去的时候 一定中间那个连结 那个电焊就整个打开了 所以这个是 而且很容易撞 真的有很高大的冲撞力的话 它一定会 那个车厢一定会变成几片 所以中国的电车不耐撞 一撞就裂了 不可以撞嘛 没有在设计被撞的这种概念的 对 不可以撞嘛 所以这台湾的 全世界任何电链车撞的都 不能撞 都不能够撞 所以不可能发生撞 而且它这个系统 不是中国自己开发的 一定是跟国外进口 大概都是几个 像法国 应该是法国的一家 有一家公司做得最好 他们用的都是 全世界一流的设备 为了这种事情发生 不可思议 这是第一个事情 而且这个影响还很大 因为这个会撞的话 表示它在一带一路 将来要去外销它的高铁 跟相关的电链车的时候 通通会出问题 而且这是在北京 你车都会撞 我怎么敢买你车 而且这是在北京 如果连北京都车都 北京照着讲 你应该是规格最高的 而且这个地方刚刚讲 这个是北京的新兴的地方 刚刚讲 昌米县 它说很多什么新创公司 在很多 等于说是 它是一个产业聚落 产业聚落都是高科技的人才 那个是 这看起来是比较郊区的地方 对 比较郊外的地方开始发生车祸 然后附近完全就是 而且附近比较有少人住 不是一个都市的区域 当然你看到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的危机处理 所以它危机处理来讲的话 就跟美国比较差很多 如果美国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它一定有空中支援 有空中救护支援 可是北京因为有空中管理 不能空中支援 它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户外的东西 可是它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 好 宇璇 该讲的 北京地铁这个追尾事故 大家要去找它的成因 成因是因为真的太天寒地冻 天寒地冻你看整个中国 从整个北方 东北 新疆 到整个华中 华南 台北是现在 台北 台湾现在也要高度戒备 一直冷下来 甚至好像讲 现在北京一天直接下降了 16度 那也太可怕了吧 从下礼拜开始 真的你会感觉到 入冬真的冷了 入冬真的呢 打不如看这张图 现在介绍台湾 台湾现在你还没觉得冷 你还没觉得冷 他现在真的冷在这里 那从哪里 是从中国的 所谓的这个冰级 从这个地方 冷风一直下来 那个冰级有多可怕 打不如看 现在在黑龙江 现在在中国的东北跟内蒙 已经真的冰天雪地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这个Wendy来说的话 你可以看到 大概月末是在 这个礼拜的周末开始 你会觉得非常冷 但是呢 经过一两天之后 下礼拜 一二又会来一个非常冷的 听说台北有可能会在 十度以下 所以真的是会 大家感觉到冷的这个状况 但是我们看到 事实上在目前为止 你看在中国的这个华北 或是内蒙这边 笼罩的这个冷空气 到底有多冷呢 保洁他们都说 前几天还是很热 现在突然之间降温 突然之间降温降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 在这是黑龙江的这个小区里面 黑龙江小区里面来说话 整个小区完全结冻 他不知道 这是他的房间 房间里面完全都是冰 房子里面被冻住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达到零下 三四十度以下 那甚至还有这个黑龙江 这波冷空气就从这来的 对 那还有黑龙江女子就说 我早上出门了 忘记把这个窗户关起来了 就忘记窗户关了之后 你看旁边你看 水啦 什么东西 完全都结冰了 然后这个连我的水管 我要开水 水管也都完全 你看这是香肠 都变成硬邦邦 那水里面完全都是这样 他才出这个几个小时之内 房间里面所有东西 完全都冻住了 这来水都出不来了 很多 因为水管都已经完全冻住了一个状况 所以那 这个非常非常严重 那真的还有什么状况 你知道 有人在家里面来说话 他忘记把门关上 那关上他们看电视 看电视一打开电视 电视就会糊掉了 也是坏了 因为为什么坏掉了 因为太冷的时候 他那个电晶体的这个 这个两个急 两个急呢 会出现所谓 不平衡的这个状态 所以他就变成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形 除了这个之外 不是只有在黑龙江 不是只有在比较北的 现在河南都是 在山东都是这样 山东 这是山东济南这个地方 济南他们一出去 骑摩托车 保洁现在骑摩托车 他这个轮子根本动不了 因为太冷了 太冷之后轮子下面完全结冰 他只能够用滑的这样一个 一个去推动他的车子 那还不只是只有这样 很多年轻人 他们要拍这个网路 这个冷口气 对 接下来要来台湾了 对 从这个礼拜六 他礼拜一礼拜二稍微缓和间 礼拜二以后又会来台湾 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的 他们目前为止都说 我们要想办法在这个内蒙古 因为内蒙古很冷 他们说我们要住在这个帐篷 这个露营车里面 舅宝姐 他住在露营车里面 结果没想到怎么样吗 完全所有露营车里面的东西 全部都冻了一大糊涂 那他要这个菜 本来要买菜来这边吃 结果没想到 那连菜都完全冻得硬邦邦 那很多全部东西都完全都冻住 水也都结冻了 水也结冻 里面要喝的果汁什么水果 全部都结冻 所以这个蛋打下去是这个样子的 对 然后他这个 因为晚上呢 他原本一开始发动还有电了 就后来到中 大概几个小时就没电了 没电了 对啊 他的蛋硬到都是砍不下去 完全砍不下去 而且你知道很惨是说 他后来就变成是说 葡萄也硬了 他后来就说 我真的认为说 这个零下四十几度真的很冷 因为原本还有冷 这个车子还能够发电 到后来那个电都发不了的时候 他这里面真的就 在车子里面零下三四十度 他就说 我从来没有在零下三四十度 在车子里面这样的一个温度 车子发不动了 对 好那除了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个中国的这个 包括说东北啦 还有这个济南这一带 连内蒙古 这一波内蒙古真的非常冷 冷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鄂多是这个地方 早上起来的话是个冰雾 他里面其实 这是耳朵是不是 对 你里面是其实 他就说其实里面 是有点那个雪啊 很雪就呼出来的 是冰线吗 很像变成这个冰 这样子在那边飘的 这个状况 呼伦被的这个地方 都出现这样 而且这样会导致什么 能见度非常低 他能见度目前为止 大概只有五十公尺 有时候如果更严重的时候 可能都看不太清楚 那因为你看事件很差 所以在这个很多大雪 会伴随着什么 交通意外的事故 像在三西 三西也是大雪 分飞 大雪分飞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因为你有时候 你可能没有装雪链 或是说你忘了 换上那种比较防滑的胎之后 就在高速公路走的时候 大家撞成一团 他说来不及 他说说冷就冷了 就冷得非常快 那前几天的时候 还有零上大概二十几度 几天之后 就坠到零下二三十度 所以大家 这个造成很多伤亡的这个情形 那不是只有在三西 在这个郑州也是这样 郑州也是因为 突然之间降雪 整个路边的非常湿滑 而且很多时候是突然结冰了 结冰冷到这个路边 突然之间结冰 结冰之后 那个完全 这个刹车完全失灵 控制不住的这个状况 所以现在郑州 郑州都是这个样子 甚至连这个大连 这附近也是因为 下了大雪之后 所以现在完全是 因为突然的大雪之后 中国各地发生 多起这种碰撞事件的 这个状况 造成也非常多人伤亡 甚至连很多高速公路 都因此就封闭了一个情形 不是 你不讲 我还不觉得可怕 老板我看这个图 现在就是这么冷酷 刚才讲 这个地方都是冰天雪地 这个冰天雪地 接下来就要来台湾了 对 往南走来说的话 对台湾的影响 会非常非常巨大 所以我就觉得说 周末还有这个下礼拜二 大家可能都要 注意这个防寒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看 在这个动物 你看连动物都受害 那这动物因为 因为很冷 那动物它就在外面嘛 它出去的时候 就没想到 它在那边走路的时候 好像都常常会滑倒 因为太冰了 太冰了 你看它在走路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滑来滑去 甚至还有什么 狗啦 狗在玩冰 狗在玩冰的时候 突然之间的 不晓得 你看 完全站不住 狗在那边玩冰 它以为这个很好玩 结果没想到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 很冷啊 它真的突然之间 可能会受不了的一个状况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什么 辽宁 辽宁突然有人在发现 到路上 你看那只一只鸭子 鸭子可能当初的时候 水还没结冻 结果没想到水突然间结冻 它现在被冻在冰上 那当然之后就有人 去把它救出来的 那甚至还有什么 内蒙古 因为这个暴雨 暴雪太大之后 保安姐 你看 这个羊都被埋在 这个血堆里面 还要靠人去把它救出来 所以我们看 羊被羊被埋住了 对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画面 都是最近中国 刚发生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他们在 这个 这个 他们在 新疆 新疆这个地方 新疆这个地方 你看这是他们警察在这边 要帮人家这个 我们穿这个衣服 站在这边 不然的话 你能建筑非常低 但是大家直接看这个警察 他这个脸居然这么黑啊 那为什么脸这么黑 因为我们到前一阵子的新疆 有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大太阳的时候 他们要站在这边 就下雪的时候 你以为下雪的时候 就不会吗 下雪有时候同太阳反射过来 那个对他更晒 更晒 所以他整个脸都是黑的 所以就要到事实上 目前为止 这个所谓极端的这个气候呢 再过几天 就会来侵袭台湾 所以台湾 我们所有观众都要保持 这个温暖的这个状态 走 而且刚才讲 你刚刚讲的东北 你刚刚讲的新疆 可是现在看到一个新的画面 俄罗斯更可怕 对 没错 事实上如果从这个亚洲冷气团 大部分都从西伯利 还有这个蒙古这一带往下 所以这个地方 是全世界最冷的这个地方 像我今天我朋友 他的刚好在乌兰巴托出差 他说今天早上出来之后 是零下34度 乌兰巴托 他从来没有想过 会是这么冷的一个状况 那他说前几天还有十几度 现在居然零下34度 好 那这边真的非常冷 好 除了除了这个 我们讲到的蒙古 还有内蒙古之外 现在俄罗斯这一带也是一样 这在俄罗斯的一个城市里面 你看这里面 这里面 他的桶子 他的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 他有很多桶子 很多桶子来说 可能都是要这个取暖的东西 或是一些他平常用的东西 全部都结冰 所有议题都结冰 好 那不只是结冰 只要是议题就结冰 就结冰 然后他 因为他之前有收留非常多的宠物 收留非常多的宠物 结果没想到你知道 宠物因为他没有东西可以取暖 就宠物居然都完全聚在一起 他们自己呢 完全聚在 完全堆在一起 有六只狗 还有三只猫 他们都围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太冷了 他们连狗跟猫 他们也不分说 这狗还是老 对 狗是狗 然后他们完全聚在一起 因为只在有够冷的一个状况 好 那这是在俄罗斯 那另外一个 这个车里亚宾斯克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这地方来说 因为他们木木球尺太冷了 太冷了之后 结果没想到 这个他们路上的 这个市中心的这个车 这个管线破裂 破裂之后 整个这个水蔓延到 这个街道上面 完全街道上面都结冰 那不只是结冰的一个情形 他们就说 这个所谓零下三十度里面 他们这个是防冻液 防冻液 那防冻液是照理说 他就是要来抗冻的 就没有连他这个东西 他都结冰了 你就知道 这个到底冷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在说 克拉斯诺克的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 他们也是下大雪 下大雪之后 整个车 一个晚上之后 这个车子完全都被埋在 这个雪堆里面的这个状况 整个道路上也完全都是 被埋在雪堆 都是这样子 完全雪白成一片 也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也遭受到 前所未见的 这个突然之间的暴雨 清洗之后 导致这个低温的一个现象 好 那我们就讲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霸王级的寒流 对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地方都已经开始低温 过几天就会来到台湾 甚至你看我们这下一波的这个低温里面来说 这个苗栗以北会出现八温 八度以下的低温 台北有可能会低温在十度 那多冷啊 会非常冷 而且这个叫做什么 可能会有一个霸王级的寒流会出来 那今年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通常呢 这个叫做北极震荡 我们知道事实上 如果你用这个之前 这为什么会冷 台湾有出过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霸王级寒流 就是因为你看 原本它这个北极 在北极这附近 有一个这个北极 极地涡旋 冷空气锁住 但是呢 结果没想到冷空气 它这个极地涡旋 锁不住冷空气 让它窜出来之后往南跑 那就造成突然之间的 极地的这个低温会出现 刚才讲的 现在中国乌漏偏风连雨 今年第一个台风 太力台风 对 竟然对整个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我们现在讲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讲的话 可以说是水深火热啊 他们太力台风来了 先在广东登陆一次 造成很大的一个灾情 又在广西二次登陆 又造成很大的灾情 而且呢 看这个阵风 都是十级十级啊 你看到这个东西 是什么 这个画面 一群人学生放学的时候 蹲在地上 好像人形碉堡一样 为什么 因为十级阵风 风害大了 走不动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摩托车哦 他没办法 骑一骑 整个被陷倒 那陷倒的情况之下呢 幸好 想到大家不敢躲在地上 大家不敢往前啊 因为你想一站起来 你的面积比较大 就会被垂走 所以呢 一群的学生就要全部原地蹲下 然后这个机车骑士被吹倒之后呢 运气非常好 后面刚好是消防队员 消防队员说下去救他 结果大家一起吊在这里 一起困住 因为这个风强宇宙 风势太大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根本是寸步难行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前面是什么 是一个货柜 而且这个货柜里面是有载货的 因为风害大 直接被吹翻了 他们讲说 哇 这在陆地上面 在海上面有没有关系 在海上面 竟然有金鱼被冲上岸 金鱼被冲上岸 金鱼是夺么大的一个寸位啊 所以被冲上岸 可是呢 你被冲上岸之后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保育学家 想要去救他 没办法 因为他的体积太大了 你也没有办法把他 金鱼这么大 对 一个台风帮你冲上岸 对 冲上岸 然后呢 你也没办法 给他顺利回去 所以呢 现在呢 整个救援活动 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但是呢 要怎么把金鱼救起来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困难 另外来讲 我们讲说他登陆的时候 来先看一下浙江 浙江这里哦 我们先看一个画面 你看哦 门打开了 竟然水就进来了 而且呢 这个影片为什么要 特别要看一次 就是因为 这个影片 他带到的地方去 宝洁哥 这二楼耶 这不是一楼耶 这是在二楼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整个一楼 水淹到了二楼了 对 已经被淹起来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气窗 所以呢 你已经扮人高了 所以才特地拍一个 给他看出 二楼 这个是二楼 所以一楼被淹了 水已经都进来了 然后另外一个很可怕的是说呢 地下车库也是直接淹掉 那地下车库 淹掉的情况之下 你来得及逃的 你就先逃 来不及逃的 保全人员 也不让你下去开车了 因为你可能人也被淹掉 但最可怕的是说 这一个水 已经把整个地下水道 给他换掉了 所以呢 他们说在家里 住家就变成泳池 甚至有可能是说呢 你上厕所 在浴室里面 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现在广东 在浙江 在广西都很严重 对 这个地方呢 是在江苏 江苏来讲有一个寒冬 其实这个地方 原本是可以通行的 但是呢 发生了汗式的 因为已经有能挡住了 挡住之后 有个骑电瓶车了 也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电动车 他就说 我就是要回家 而且应该还好吧 他就硬骑下去 结果 水来了太深了 就直接灭顶 就死掉了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这个画面 这是一台 Mercedes 一台宾室 宾室其实也是以为说呢 这个应该过得去 没想到 竟然整个屁股翘上来了 为什么 因为也是雨量太大 把他整个就拱起来 然后拍着拍着 最后这台宾室就灭顶了 整个车子被掩盖了 好 还有公车 公车走一走 因为公车底盘比较高一点了吧 想说应该过得去 结果走一走 也是叼车 叼车之后呢 没有办法 然后无线电呼救之后呢 橡皮艇慢慢地过来 是在公车里面 对 用橡皮艇 把人一个一个接驳下来 另外一台车根本就灭顶了 对 因为公车性能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上面的人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生命安全的一个危险 所以就把它给叫下来 但是因为水真的太大太大了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这些车子 你没有地方逃了 对 你全部被冲击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你现在来讲的话 你说这个车子被冲过来的 你要停在哪里 你要停比较高的地 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也没有 因为水已经把整个给冲上来 最可怕的是这里 他把地下掉水道都给塞满水源之后呢 最后变什么 所以要找地方走 你住家里哪里会有水 你的水口 你的马桶 就变成一个喷泉啊 你就从马桶冒冒出来 然后冒出来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很恶心 但是你又不能不回家去整理 所以就从马桶冒出来 这个血管你也挡不住 所以你现在 太饿了吧 对 但是你只能够等到说 这个城市慢慢地水萃去之后 不然 小天哥你看这个画面 家里自然游泳泉 你也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 因为外面还在淹水 所以呢 这个就是现在大陆一个地方 水深的情况 还有一个火热 火热 我们小学课本是不是常常提到一个地方 吐鲁番 吐鲁番嘛 对不对 吐鲁番它就有一个气色观察站 16日的时候测到是几度 52.5度 过去来讲2015年 在50.3度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这个不可能 不可能再超过它了 但是这个爱丁湖的障碍 在16日被超越了 52.2度 52.2度是什么概念 你这体感可能已经将近 快要60度了 所以有一个网友就讲说 好 现在可以出游了 我们去出行了 这是一支什么 他说我带了一支拉布拉多 然后呢 就到了新疆去走了一趟 天啊 回来怎么变黄金猎犬了 等一下 对 连拉布拉多犬 都被晒黑了 他就说他晒黑了 原本他四个月而已嘛 然后出去的时候是 他讲的是乳黄色 他是一支拉布拉多犬 结果晒了几天之后呢 真的变黑了 对 就变黑了 色号多了 三个色号变成黄金猎犬 很多网友就说 你真的假的 狗会被晒黑吗 中国大陆有这个 皮肤科专家保障在讲 他如果天气太热 狗也会变黑 对 确实狗也会变黑 所以呢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薄阳虎 薄阳虎在连续的一个烧烤之下 它的水位少了四分之一 所以呢 它一个蓄红的一个分量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所以保险你能看到 它在上面的一个寺庙 已经空空荡荡的 已经变成草原 你根本看不出来 这原本是薄阳虎 字幕志愿者 杨虎